現時元朗有不少村屋以簡樓的化分池作為權宜的污水處理設施 由於污水未經沃線處理就直接或間接排放入天然溪間或河道 因此不時會出現環境問題,影響居住環境 香港政府一直致力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公共衛生環境 所以會落實為鄉村地區建設污水收集系統 首個正在建造中的大型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 就位於元朗環州 即是臨屋村、陽屋村、中心圍、東頭圍、東頭圍新村、福慶村、西頭圍、旭日花園和定福花園 雖然每間村屋均設有化分池處理生活污水 但當居民使用洗衣機、洗手或沐浴時所產生的污水 經常未經處理就排到附近天然溪間或河道、污染環境 另外,廁所的污衛物也會經管道排到化分池處理 雖然居民會定期安排吸污車清理化分池 但由於村屋發展密集 化分池未能有效運作並帶來氣味等問題 影響居住環境 甚至污染附近河流 破壞自然生態 政府為居民建設鄉村污水收集系統 並承擔工程主要部份 包括興建主港渠、滋港渠及相關泵房 在公共港渠完成後 居民只需要建造及維修終端沙井及相關連接渠 連接公共港渠 皇后即可將生活污水經公共渠道排到污水處理廠作妥善處理 到時居民生活環境將大有改善 再無任何化分池產生的氣味 既環保又可達到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為協助包括長者自住業主在內的有需要人士 於經濟壓力下 亦能配合政府的村渠接駁政策 政府已推出鄉村污水渠的接駁與維修資助 當中包括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及家居維修貸款計劃 申請方法簡單 有關業主可按所具資格及實際需要 向房協遞交申請表價 有關詳情可致電 2839-7166或 294-3222向房協查詢 污水收集系統的順利建設 需要居民的配合及積極參與 才可以一起提造美好的居住環境 此短片由其無處製作 多謝各位收看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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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